箴言二十九章八节十一节 谢曼人善或通诚 智慧人只惜众怒 愚望人怒气全发 智慧人忍气寒怒 谢曼人原文的意思是好讥笑人的 愚望人就是愚昧人愚蠢人 而善或通诚翻译成为是全诚燃烧 止息众怒则是使怒气消退 十一节的智慧人忍气寒怒 意思是在背后平息怒气 而不仅仅是止住怒气 所以这两节的经文都是在形容 谢曼人或愚昧人会让自己和群体 表现得激动不理性 而智慧人却总是能够忍气寒怒 冷静平和 也让群体回到冷静平和的当中 随目时再来